关心台湾政坛原子弹 台北市长柯文哲宣布创立台湾民众党 东森新闻逛景单元特别推出了柯文哲组党专题 带着观众朋友深入分析 台北市长柯文哲创立的台湾民众党 主要是为了台湾整体利益以及民众最大福祉 并且具体实现八项台湾价值 以清联情政爱民服务国家社会 台湾民众党党主席柯文哲主席 欢声雷动柯粉高喊口号 这回柯P规别无党籍首次以台湾民众党 简称民众党主席身份发表资词 他谨慎照稿念 台湾的整体利益 人民的最大福祉 很可惜 现在的台湾是个人的利益大于派系的利益 而现有的小党又受限于意识形态 变成了主流政党的侧义 柯P谈民众党仅扣以台湾为名 以民众为本 妙就妙在创党成员刚好111位 然后柯P有意瞄准 20201月11号总统大学 南绿两党轮流执政 两党长期与统独议题的对抗 以意识形态来治国 结果整个国家一直的内耗空转 已经沦为亚洲四小龙之末的台湾 这些年来真的停滞空转太久了 总统出往夹带一万条香烟的走私 也只是冰山之一角 这都不是一个正常国家应该有的现象 在南绿以外 让台湾人民有另外一个选择的机会 谈台湾价值谈创党理念初衷 其实都跟先前创党论述大同小异 这位党章曝光 总则也写上 终止确认具体实践民主自由多元开放 法治人权关怀弱势永续经营等概念 同时也秉持民意专业价值为施政准则 今天我们再次成立台湾民众党 赋予他新时代的使命 虽然有不同的时空背景 但是相同的都是要唤醒国人的政治觉醒 改变台湾的政治文化 8月6号逢60岁生日当天 柯比筹主政党没有蛋糕 没有庆祝 只有更多责任 他的意见港气 游戏文成像语刘教在台北猜不到 而至于柯文哲组长之后 是否会联手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来挑战2020总统大位呢 会场门口就有两盆特别显眼的花篮 一盆是郭台铭送的 而一盆是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送的 似乎就是答案 柯文哲组长成了大位 现场最邪恿的就是这两盆花 第一个就是来自立法院长王金平送的花篮 而另外一个来自郭董郭台铭的花 厉害的是这两盆花都有 长头诗 真的有长头 看看郭台铭这盆 台湾安定繁荣式共事 明记找回良心的初衷 台铭两字在开头 而王金平这盆 台湾团结成金 明星旗舰太平 金平两字在结尾 难道暗示柯郭王有结盟空间吗 董事长事实上他已经送过花了 所以今天事实上是我个人 以我个人的身份来给柯市长 还有我们蔡顾问一个祝福 郭董幕僚现身创党会 就算以个人身份 受到的待遇真的不差 位置就被安排在第一排 坐在市府顾问蔡碧如身边 蔡碧如刘又彤 过去两人以幕僚身份 通过几次电话 席间说说笑笑 交情不言可遇 而现场其实一度也留有 郭台铭儿子郭守正的位置 阿明达跟我说他要来送花 那我们两个常常来嘛 那我就说送花谢谢 那你要来吗 他就说好啊 也可以出席 所以那我就问他说 那郭守正有要来吗 然后他就跟我说 好你们如果我们这边希望 或他们那边讨论一下 后来我们就决定说 还是那个阿明达来就好了 那是怎么样的原因 让最后郭守正取消来这边 跟您是跟民众党是 没有他来了 我怕大家太刺激了 守正事实上是不太会 出席这样的场合 他说基金会的事务 还是由我这边来处理 强调郭守正不太参与类似活动 刘又彤也被募集 在席间众人喊口号时 动作并不大 台湾的选择 加国家 虽然是以观礼心态来的 但郭董花兰 加上幕僚亲自祝福 还有这笑开怀的交谈 暧昧想象空间 只有越来越大 东森新闻知识中心综合报道 而回顾台湾民众党 成立大会的时候 不止没有政坛大咖出席 活动还必谈政治 其他出席的来宾 也都相当的低调 再次欢迎柯爸柯妈来到现场 台湾民众党成立大会 嘉宾一一斗场 但就是没有政坛大咖 也没有来自各界的重量级人士 现场最有人气的可能就属柯妈妈 厚而心切的柯妈妈穿得一身喜气来到现场 许多人抢着握手 还不忘给他一张名片 希望能够留下印象 成立大会尽量避谈政治 因此台下第一排的摇滚区 党主席柯文哲身旁做了柯爸妈 还有他的老师朱树勋 再远一点则是台北市副市长蔡炳坤 国政联盟副主席徐欣盈 北市府顾问蔡碧如 还有郭台铭幕僚刘又彤 两位跟政治最有关联的贵宾 来到会场都相当低调 而民众党内的大咖早就悄悄现身 我觉得现在党才刚成立 然后应该还有很多事情要忙 所以大家应该 现在并不会想这么多 像说未来的事情还在考虑 学习可能是民众党内 仅次于柯P的最大咖 因为在党主席选举 柯P获得63票当选 黄敬盈还获得一票仅次于柯文哲 民众党人气王当之无愧 不过在政党成立的大日子 少了政坛大人物加持 似乎还是少了一点味道 多云新闻政治中心综合报道 好 接下来分析 柯文哲创立新党的发言 不止目标要挺进国会 并且要提名34席 不分区立委 而至于要不要选总统呢 柯P就回答了 这是假设性的问题 我们像1492年的哥伦布 勇敢的航向不可知的世界 成立新政党 柯文哲的感觉像在乘风破浪 遇到的第一个关卡 就是党的名字被说不恰当 不连想到郭台铭实在太难了 毕竟郭台铭没现身 却特地送花祝贺 政治上本来就是朋友要多 敌人要少 所以理上往来这也蛮正常的 柯总不选总统的话 你会来承担大任吗 其实我们不用去回答 假设性的题目 这个其实是这样 作为一个外科医生 或特别是一个集中症 集中症外科的医生 我们就是做最好的准备 不管柯P要不要亲自披挂上阵 目标都是先进攻国会 其实我们今天是相当仓促成立的 所有这些问题就是未来的时间 一直到大选之前 要一样一样去处理的 但一选去两票 本来第三党就很难出头 至于要怎么去 在现有的基础上去做突破 那就是每个人要去思考的题目 柯文哲选在生日这天 展开新旅途 死对头王世间的祝福 酸酸的 柯文哲生日快乐 但是柯文哲 你不要搞得大家天天不快乐 看到他那个场面 稀稀落落的 三个字 现世报 场面气氛是一时的 效应要放缘来看 柯文哲多了一个党主席身份 进可攻打2020选战 退可守 而至于更多网友关系的就是 柯文哲的人气 到底够不够来挑战总统大卫呢 来自云端大数据之一的 网络温度计就分析显示了 柯文哲何报级的金句 全部都是骂人的话 现在苏贞昌这样讲只能说 实在是有过不要脸 我也不客气回忆了 那你为什么会跟他这样子 那就有过不要脸 殖民道姓直接开呛 这是柯文哲自从白绿分手后 被网友认为最呛的一句 可疲从个人声量 当然不会只有骂苏贞昌 坦白讲 今天台湾走到这个地步 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选择 那是真糟糕 攻击不分蓝绿 柯文哲恢复本性 大约是在距离阻挡半个月前 试验阿伯就已经变成原子弹阿伯 其实你去看当年赖星德要上台 或者是这次那个苏贞昌要上台 一直到凌迈要上台 所以应该用说访成绩 总统的问题就是 旁边站在那边的人 而且这种抢国营事业 这种已经到了这种肆无忌惮 下乡跑行程主动开炮 执政的总统蔡英文 当然来势汹汹的高速市长韩国瑜 自然也是柯文哲的目标 韩国瑜他水准没那么高 他读的书只够做北農的董事长 第三个是最大的 鲁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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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就是 他的生活不好 他是 韩国瑜现在抢到一个代言 他是穷苦大众的代言 帮韩国瑜定位 还抢韩粉丝鲁蛇 柯阿伯对政敌毫不掩饰 心里话 对柯黑王世坚也很直白 好连事不止 你如果不说我也不走得家 你都家你 你都一 很吃饱干 很吃饱干 柯黑听的刺恶 柯粉反而认为输压 柯文哲讲话就是这样 高不高兴随便你 东森新闻李军张良浩 在台北报导 而至于台湾民众党的 第二把交语是谁呢 002号党员蔡壁炉 就是柯文哲的得力助手 再加上了蔡壁炉为人海派 酒量又好 非常适合把钢琴 我们还是去走班吧 台名党002号党员蔡壁炉 要从台大国际会议中心 到内政部地间 穿越马路直迟可达 但奉公守法的公务员 偏偏要绕道行 走一条最安全的政治路 一板一眼按部就班 把事情做好 但要送件前 才发现申请书上 有两个错字 阻挡真的太仓促 阻挡大事小事一把抓 蔡壁炉曝光度爆高 网友拿他开玩笑 猜猜哪个是蔡壁炉 刚刚有一个网友拿给我看 我有他那么有名吗 那你有像吗 外形 外形 见仁见智吧 我应该比他漂亮多了 蔡壁炉原本是台大护理师 跟着柯文哲二十多年 媒体昵称他是叶克摩之母 没想到另一面是谦卑不醉 蔡壁炉带了他们下乡 酒量真的好 比较令人惊讶的是 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到 政治这一块 心机很沉 沉得住气就能成就大事 从台大医院走到北市府 已经跨界跨很大 现在帮科组党恐怕还得牺牲公务员 铁饭碗 党人秘书长目前 看有没有人要出来做 因为我还是公子 除非我失掉 我失掉台大医院的工作 搞不好也是很疯狂的事情 一届跨政界 人生充满意外 柯文哲 蔡壁炉 主仆 白色巨塔 掀起政治巨浪 东森新闻 黄慧廷 陈下云 何敬荣 SNG小组在台北报道 周周锁定最热门的新闻时事 新闻广角进单元 现在还会放上 东森美洲电视观望 欢迎观众来点阅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